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合字,干壳的合 合字的国语注音是合,二声合,呵额合,二声合 也可以念号,呵奥号,四声号 合是水枯竭的意思,如池水,河水干了,就叫做干合 笔记月岭,中秋之月,水始合 蔡雍正论,皮朽则毛落,水河则一势,其势然也 意思是皮肤坏了,毛发便掉落 池水干了,鱼儿便会死亡 这是情势所必然 合汗也就是干汗 如驴兰有,商和汉,汤油发湿的句子 合音则是说隆冬之计,音气极盛的意思 合除了指自然的枯竭现象之外 人为的汽水使干也叫做合 淮南子主述,不合则而鱼 是说不要把池子里的水全部弄干,然后去捉鱼 也就是不可节则而鱼的意思 合腹,合彻,都是比喻人处在穷困的境遇中 这是庄子外武篇的预言 说战过时,庄周因为家里穷,就向尖和侯去见你 尖和侯说,可以,等我收了税金,就借三百斤给你 庄周很生气地说 他昨天在路上遇见一条富鱼 在车车里向庄周求生斗之水,以活命 庄周说,等我请吴岳之王发西江之水来救你 富鱼听了,很生气地说 那你干脆到甘鱼店去找我好了 李白诗中的合彻丝流水,浮云诗旧居 以及吴氏生愁苦,快然合彻妇 都是这个典故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合字除了念合,也可以念号 但是不可以念偏旁的顾 如干涸,念成干顾 这就不对了,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